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年轻棋手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改朝换代 真的是改朝换代了吗 还不一定 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古大利 这位80后的代表人物 先是在上半年被年轻棋手冲得摇摇欲坠 之后突然间下半年觉醒了 在三星财产杯中是与自己的一生之敌李世时上演了巅峰对决 也是为我们世界奇坛留下了一段佳话 并且留存了五盘经典的名局 之前我们已经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了半目名局和四节循环无胜负 而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二场比赛中鼓励的屠龙之举 好 下面就让我们在静静的名局赏西中告别难忘的龙年吧 好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的时间由我和王源八段为您介绍一盘非常精彩的对局 这是第十七届三星财产保险杯决赛的第二局 这个决赛是三番棋 那么第一盘当时的情况是鼓励1比0输给了李世时 是0比1 它当时是落后了 就是说这盘棋呢 它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了 那么看看它这个在失利之后 能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发挥出好的水平 当然呢 我想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结果已经都了然了 不过呢 不管怎么说 这盘棋还是下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回顾 好 王老师 各位球 很好 小球给大家做了一些基本的背景的回顾 那么实际上现在我们这个农年呢 马上就要过完了 对 进入十二年之后呢 一定是有 我们期间一定会有更多的精彩 但是呢 农年当中确实是尤其是以这个三星杯啊 古力和李世时他们这次对决啊 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太多很深刻的 很精彩的这些印象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算是民局回顾当中 古力和李世时的这一盘 极其重要的一点是 就是你刚才说到的 就是我们知道在世界冠军争夺战的番棋当中啊 先处于被叫吃状态的这一位 所谓被叫吃状态嘛 就是我们围棋树语了 三个棋子 围着一个棋子 就是叫吃 下一步就把你提了 那么在这个三番棋的决赛当中啊 先输一局的一方这个精神压力很大 但是确实我们的古力啊 它在这一方面表现非常好 能抗压能力很强 对 哎呀 抗压能力很强 真是这样 行 千言万语啊 我们还是结合他们的棋局来进行回顾 进行议论 这盘棋呢 就是古力第一盘输掉 然后第二盘呢 就是交换先后手 是李世十九段 直黑 直黑 先行 黑棋 新小木 白尖连心 然后黑棋 小飞 手脚 普通 看上去 前五招挺普通的 第六招 第六招就有奇特了 在这儿 这是鼓励下的 在中间连了一个 这招棋呢 其实就有 可以说有新的心意 有心意 在我的记忆当中 别的高手下三连心的时候 是偶尔有之 但是呢 他这个三连心第一路 大概是在四五年前 鼓励他自己下的时候 性之所知 他下过 别的棋手好像没下过 你见过没有 我好像见过鼓励下这个 就是鼓励下 别的人没下过 好像没怎么见过 对 不知道有没有人模仿他下 可能也有 但是比较少 比较少 两个心位之间 他连片的时候 这招棋位置比较低 很少见 所以我们看到这盘棋的时候 一上来 这个角色第二局 就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接着看 那么你试试挂 挂这个 对 跳 黑棋在飞 这些都没什么 就是这盘棋呢 我也是这样想 它一个主要的 要给大家介绍嘛 一个标题式的东西呢 还是我想起个名字 这名字呢 就叫立体思维 就这一点呢 想给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也可以议论一下 就是围棋盘上 非常多的问题 如果你就是叫做 就事论事的看待它 就棋论棋的看待它的话 实际上你这个视角啊 平面了 看出去的效果也平面了 二维的那是 对 要立体的 变成三维的 三维 然后最好是四维 下一个时间轴 就是 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这些 总之你立体的看它 那么是效果完全不同 尤其是对于这些大高手而言 它们下的棋表现出来的这些盘上语言啊 实际上就是立体的要 看待一个问题要立体 那么立体的看 如果在抽象的议论几句的话 就叫做 有些时候局部问题无解 那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把它搁一搁 所谓搁置真意 是 有些时候呢 就是局部问题无解 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制造一个更大的问题 更大的事件 在我是说围棋盘啊 更大的事件 有可能它就可以顺带的 就把这个刚才感到很为难的一个 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是把它淹没了 或者呢叫迎刃而解了 就挺有意思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 他们两位的这盘棋 是 现在黑棋跳一个 你跳完了之后呢 白棋赶紧把这个三三给尖了 对对对 这个是过去的一种行棋节奏 是 然后白棋再飞这个 是不是王老师他觉得 如果说这边形成一个定势 不管怎么样的话 回头尖三三的话 有可能会有别的变化 所以要先尖掉 对 大概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他不尖呢 因为你要掌握这个尖三三的时机 被人家尖好了 有可能对人家尖掉 人家尖掉了之后呢 左边这一代 他反正觉得 三三毕竟实地也很大 是 所以这一点呢 呃 这一点 我觉得他不是特别深奥 这个我们大家 你如果照着鼓励的造法学 你第一时间掀 人家飞的时候你脱掀 在相邻的一个角上 做了一些定型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掀 你能这样下可以 如果你不这么下 其实也可以 对 没有什么大关系 是吧 对 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 要点不在这 关键在于那边 在这边 下一招黑棋撞 这里是十下的 对 那十时撞 那么鼓励的下一招 又是很新的一招 他是直接尖三三了 这好像是进一段 才开始流行的下法 以前人家撞的时候 白棋都是要搬上面 或者说也有搬下面的 当然进来 一般比较多的是搬在上面 对 它具体的 具体的变化 我本来脱口而出 就想说具体的变化 给大家摆一摆 但是你要把具体的变化 摆一摆 这个地方的变化 叫车载斗梁 太多 非常多 大体上是这样 一搬一退 是吧 然后摆起 下一步它有压的 有接的 或者也有蹲的 也有立下去 就直接应付的方式 还有呢 就是二路搬 二路搬呢 它有这个段 是吧 对 你端完了之后呢 白棋又有两个分支 第一个分支就是西式宁仁 直接火 打掉 人家上边一下 拍这个 这个最简单 上边一下再一退 你要说这个黑棋一定就是好到天上去 太不得了了 那也不见得 对 黑棋并不是特别厚 这个外式 当然它总体说来把白棋压低了 这是一个分支 第二个分支呢 就是一段完了之后 它从这吃出来 是吧 长 然后爬在底下 然后爬在底下 爬 这样需要白棋蒸字有力 接下来又有两个分支 这个就有点像 我都摆上去 数学方向的问题 对 这个是一个分支 一叫吃它接上 然后你吃接上 它把这个蒸掉 对 将来呢 脚上这个子 这个叫做死而不僵 它一小间还是能活的 对 这一间也可以活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下成这样之后 我们觉得好像是黑棋脚上实况很大 你看 你等于是它搬接了 你这还 还撞死了一个棋子 好像黑棋的实地上成就感很高 其实呢未必 它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也不是说没有成就 就是这个棋啊 将来黑棋它要去补一招的时候 很怪异 它补这些都不行 人家一间就活了 是 恨不得你要补 你补这个味道都不是很好 算一个补法吧 不太干净 所以它脚上不太干净 那么外边呢 你说白棋成就感觉很强了 也未必 第一个人家有引针 是吧 嗯 这个小熊我们要看看 这个引针引着 这个好像差不多一样 引着了 还有一个 它从这儿逼过来的时候 逼住 或者是远一路还是怎么样 将来踹到这儿的时候 你这块线还没活透 把那两个字很厚 但是你不一定活透了 把两个字是一个眼 要记住 这也不要以为后世 它就一定是活的 对 这不一样 这个简单 议论到这儿 这就是一个定式 新定式 但是它还有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是什么的 这个我是特别佩服他们年轻人的 对 虾城这样 它好像是搬这个吧 是 是吧 对 搬这个分支我就摆不了了 我也不会 我也不太会 这个 大底下也能摆 但是就太多了 有什么断吃 比较新的下法 这是 这个太复杂了 然后再吃这个 这一类的 是不是 反正这个 叫吃叫吃什么的 这个变化很多 所以总而言之吧 过去 就是说在今天 它们这盘棋之前 是有这么多的分支 每一个分支再一分开 就是别的分支 结果呢 他鼓励在这 又率先 下出一个新的东西 他干脆啊 就不理你 到脚上去尖 直接尖三三 对 我们在看这样的棋的时候 从续盘阶段 这个可谓鼓励流 到这个地方 直接尖三三 可谓鼓励流 我们不要忘了 这盘棋是他们世界赛 决赛的第二局 而且第一盘 鼓励还输掉了 而且是 比较可惜的输法 非常可惜 第一盘 因为他确实是在收官的时候 是比较好 然后他一退再退 最后退出了半部 对 第一盘棋 我在这就是 简单议论 如果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当中 有看过 那盘棋的棋友的话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印象 那盘棋杀的很乱 上的黑棋不错 鼓励的黑棋不错 但是他真正 照我看 决定最后胜负的是 在中盘阶段 鼓励有一个叫吃 没有叫吃 就是白棋有一团子 鼓励可以顺手叫吃 吃掉 他一直没有吃这个 就保留这个变化 所以导致后来就 生虫 没变 变质了 故事完全不一样 我说到这儿 今天我们看咱们这个节目的期 如果待会有兴趣 你上网一点 就会点到中盘阶段 有一个地方 李氏时有一个大串 鼓励应该先叫吃 叫吃了之后 这个变化就不同了 就还一直保留着 行 话题说回来 就说 鼓励九段 它是意志很坚强 当然这一位 意志也很坚强 那肯定 他们两位是 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是天造地 天作地造的 地设的一队反正 非常好 一队好对手 都很相似 我记得在大概是10年的时候 一个BC卡贝 一个世界赛五番棋 那个棋也是 下第三局的时候 当时前两局一比一 第三局的时候是 鼓励的形势非常好 结果很遗憾的 最后输掉了半目 一点点 东错西错已经多了 然后最后输掉半目 好了2比1 人家叫吃了 这个第4局 我蛮以为鼓励 这个情绪大受影响 对 就不行了 结果他还是非常漂亮 非常坚强地扳回一局 说明他的心理和战斗的素质都很强 他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受前一天这个胜负的干扰 这个是很强的一件事情 很好 我们这看到了一个潇洒的鼓励 那么李适时当然就搬 接下来白棋一跳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变号 你见过吗 反正据说是 这个白棋好像飞在二部比较多 是啊 一般是这样 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可以说我见过 但是跳在那我就没见过 但是大口上的变号 给大家摆一摆 就是当他跳刺 那么黑棋正常情况是接 接上 白棋是小尖 黑棋是挤 白棋是接 接上 下边一招棋呢 一般来说还是要搬 如果外边特别广阔呢 你可以考虑跳 但是现在呢 因为上边这个幅度不是很大 所以黑棋搬可以 接下来呢 白棋还是要走一招棋 这招棋我觉得他是不是 还是只好走这个 他顶的话大概黑棋会叫吃上面 对 他如果退嘛 当然就长了 这也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这有点怪味 你还是得补 所以他是先走这个 那么黑棋打吃 白棋也许接 也许不接 接是个事态应手的下方 那么黑棋外边补一个 这招棋补究竟是接这个 还是虎这个 还是接这个 这个是有学问的 这说不清 考虑大局呢 有可能黑棋还是补这个 是 这样呢就形成一个黑棋得外式 对 白棋得脚上实地 这个实地不是非常大吧 先手得了脚上实地 那么外边的黑棋很好 但是最终的结果究竟谁好呢 你觉得呢 不知道 我觉得下次这样 总体来说吧 黑棋对外式还是可以 黑棋还不错 对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很平淡的变化 接下来的下方 我们就肯定要说到这一点 我觉得 就是古力和李世时以前介绍过 叫他们两位高度相知 而且彼此非常配合 对 就是你想去探险 你想在棋盘上探险 那么我就奉陪 你要下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 如果有可能我就奉陪你 它不见得是像我们想象的另外一些高手 他们之间的对决 那是当你这个气势汹汹的给我冲杀过来的时候 我马上就是敌进我退 你来我就退了 敌皮我扰 他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两位有点特别 因此呢 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呢 古力跳刺 下出一个全新的下法的时候李世时 他也很配合 当然他局部呢 也许他认为刚才的变化也不满意 这也是一个理由 不太明白他 不太明白 他反正很配合 他说你既然下了心了对不起 我配合你 他脱纤了 他脱纤了 居然这种骑行居然脱纤 真让人很意料之外 也意料之外 不过李世时的棋风 他确实有的时候 让人觉得很吃惊 他觉得你老是在想 你应了一个字之后 人家是怎么下的 结果发现他根本就不应了 他就不应了 经常有这种事情发生 李世时九段在这个方面贡献很大 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要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话 怎么办呢 在棋盘上 就是看上去该应的 他就不应了 最复杂了 那么你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一般来说有两种动机 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你形式不好了 是 平平淡淡不是真了 平平淡淡走下去 我这期要输了 所以你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第二个动机呢 就是确实他有科学探索的精神 对一般平常的东西 他不感兴趣 就这两个动机 在这方面呢 确实李世时的表现 我觉得这十几年来啊 他贡献很大 当然对这一点的鼓励 是高度相知啊 对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一种 就是挂 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下层了 跳一个 然后黑棋拆回来 对拆回来 我摆个示意图说一下 在过去我们下棋的思维定式当中 就是黑棋下层这样之后 任何时候白棋打入 黑棋就是要盖住 过去基本上是这样 说任何时候 稍微夸张一点 80%以上吧 他要打入你就要盖住 如果他打入你不盖住 就说明刚才你这个选择 这选点有点问题 是不是啊 好了 这个就逐渐逐渐 形成一个思维定式 所以我们大家 广大的棋友 你们也是今天 看完这个棋有点印象 然后回去 如果你有闲工夫的话 你上网搜一下 过去日本棋手武功正数 武功正数 他这个型最多 你们去看他的棋 凡是白棋打入 他一定是看都不看 肯定是盖住 先盖住你再说 而且很多的情况下 人家要挖 他就从外边打吃 他的棋就是这样的 他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他要取士 对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棋手 没错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可是理事实呢 他就是你打入的时候 他不理你了 他没看见 本来我们说你不能走这个 你也许 怂一点这个 或者点脚 是不是啊 或者你要打结走这个 理事实 他就是不理你了 这很有特点 真的 你要跳出去就跳出去 过去 过去我们认为是完全不行 他你要跳就跳好 对 他说你这跳不对啊 你这个棋 等于你打入这个 跳出去亏了 他说不 他这个棋盘变大了 变化变多了 发展下去 也许你这两个棋子的效率 不太高的话 他不是 这个局势对于他来说 他不是机会就多了吗 是 变化就多了吗 所以我这个是画个摄影图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这一盘棋啊 太有意思了 鼓励当然就是你不理他就理 对 这地方充益还是很大的 因为被黑气沾上的话 他外式很完整 对 在那里 然后断掉 这一招一段 断这里是谁很难受啊 下一招棋怎么下呢 权衡半天 没办法 因为是他们两位下出这个变化 好像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招吧 没见过 别的棋口上没见过 是 他们两位经常干这事 下出一个东西 从来大家都没见过 好 只好走这个 这样棒一下 打吃 先把它头排回去 扔下去 贴上 也是只好忍 下一招当然这个是必然的 小尖 要补这个葱段 这个我们大家都会啊 对 然后黑气就要吃 断打 长 黑气在压 鼓励很狡化 它闪了 脱鲜了 它闪了脱鲜了 对 因为这个地方你吃不掉这两个字 它长出来呢 由于人家有这个 它的价值也不高 没错 它脱鲜这个问题 它是怎么看的呢 刚才给大家说 我们看围棋的招法学高手的棋 要学会他们的立体思维 它怎么看的呢 小球 这个问题它就看成啊 我冲完了之后 先手定型 先手让你这个汉阶没有了 对 它就满意了 那么这个形状 比起刚才黑气阶入 王老师摆的那个情况呢 显然这个形状没那么厚 如果就算你后来打热了那下 那么这儿还欠个断点 然后白棋这儿还有个长 你显然薄多了 你的味道不像刚才 焊接成一根铁棍一样 对 那样厚 是的 还有另一面呢 白棋的木树呢 木树好多了 我们发现它木树增加好多了 是不是啊 就算你冲几千手 这是二 四 六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这块棋变成十五木了 刚才只有六七木树 所以古力是这样看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李适时就不好呢 我不知道 谁有这么自信可以下这个结论 说李适时这个就是不好 然后人家李适时就轻轻跟你说 那我们俩下一盘 就这个意思啊 下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看白棋接下来 这个地方要进去了 不然白棋再加一个的话 就不太容易进入了 接下来的故事非常棒 我们看他找这个 因为要慢慢聚焦嘛 不能让他很从容的就活了 在外边再打一下 非常合理 他们的棋呢 在经常出人意料的同时 更多的情况下 他们的棋是非常合理的 就非常符合逻辑的 是的 是的 好 他现在先打 你可以 他再把他爆死 小区 但是我们后来想不到 这个东西可能会死 这完全没有意义 就人家已经是铁的那边 是不是 难道要街上吃他们 这太过分了 太有意思了 你看 如果是这样 当然三崩地裂 他都不会死了 因为两个眼瞪圆了 就这一丝线索 我们想不到 这颗棋后来会死 能想得到吗 绝对无法预料这件事 有趣的 下一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白棋跳出来 然后黑棋的下一招 非常有意思 李四十九段 选择了这个跳 他跳起来 等于我在看这个棋的时候 小球 普普通通一遭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棋行当中 我简直是浮想年篇 等于又在这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就是李四十九段 它这个棋是很深刻 就像这个转头一样 它不仅仅是速度快 而且它这个钢的质量好 所以它转到岩层的时候 岩石的时候 它自己不会崩 它就是可以所谓入木三分 挖地三尺 主要是它有这个能力 它有这个能力 掌控住 然后你学它的招 你发现你没有它那种能力 对 自己的棋行到处都属于 裂裂碎碎的形状 那是不行 而且我们那个转头转下去之后不行 就自己碎 你控制不住那是不行 那么它这个特征 像我们近代围棋史上的 哪一位大师级的高手 就是跟日本的板田融南有点像 我们的资深的旗友 一说到板田应该是知道的 这个先生当然已经过世了前年 好 非常有意思 由于大家都觉得它这个很像 所以在也是去年吧 还是前年的时候 媒体记者不是采访李世时吗 就说大家都说你像日本那个板田 结果李世时的回答非常出人意料 他说板田 板田的旗我没看过 他太有特点 太有特点 因为作为大师 你说他的旗 你没看过 完全没看过 但是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快人快语 这句话可能是真的 他可能真的没看过 他说我就是没看过 然后 了解了这一点 再来看这个旗行 在日本旗坛上 大概就是20多年以前 有一盘著名的队局 出现过类似的旗行 两位队长呢 一位是赵志勋 他也是韩国人 对 另一位是小林光一 那是当初 他们两个人正较劲 正较劲 非常棒的 所以日本近代史上的民局 其中出现类似的局面 下一招期赵志勋下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刺 可以刺一个 就是类似 跟这个局面长得差不多 赵志勋这招期下得非常好 他就是什么呢 你虚的时候 他就给你聚焦定格 然后追着你 你不走我就给你冲断 你要硬 你怎么硬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看 你怎么硬 而且无论你怎么硬 他这招期是不是先手扩张的模样 是 你看你说你接 他便宜了吧 你这段空间有限 他珊瑚到这儿了 下一步要过去 是吧 你不走呢 当然很简单吧 冲断你 你走到了我断到了 看都不看 先把你断了再说 断了再说 不然你就把这两个子被我惊吞了 是的 所以他不能不理 不能粘 同时不能冲 冲是亏的 俗手 被人挡住了 亏了尖底 同时你不能压 你压当心他立刻就给你冲断 很有可能 他就冲断你 所以你说这个方 这个像个方 这个不像个方 他外边又来刺 他不冲 两边都不冲 他又来刺 这你非常难受 这种追击的手法 真的很漂亮 就是往里面刺 其实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好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黑棋是要围下面这块空的 而且同时要对你这三颗子 隐隐约约有些攻势 挤压 他如果直接攻击 像这种骑形 白棋很松散 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攻你 所以先从旁边过来 要挟你一下 你接不接 你到底接了我就便宜了 所以白棋还剩下最后一种下方 几乎就是这个了 这个他有珊瑚过来 正好 你不理他下面就是珊瑚这个 你看他逐渐逐渐变成空 对 根据情况可以走 而且这儿他有刺 他不刺 因为你补了也没活 没有活透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讲了这段小故事 就是在这个特殊的情形当中 过去的民局当中 有一个典型的下法 前辈们下过就是这个刺 这部戏挺好的 向大家推荐 这个是事实 他会不知道吗 我真正想聊的是这个 他会不知道吗 也有可能真的不知道 也有可能真的不知道 他说他没看见过白棋 反田的棋他没看过 赵志军的棋我没看过 但他们还都是韩国人 赵志军这段棋很有名 没看过是吧 但是另外一种可能 只要你们下过的我不想下 我觉得这个才是奥妙 这不是我的风格 对 所以很明白 应该下这一招的 你们下过我不下 而且这番棋后来的故事 很快当然鼓励获得了优势 获得优势因为什么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没刺 对 这个差距很大 这个故事聊到这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来跳这个 那么鼓励下一招 马上一碰 这招就下得很及时漂亮 是吧 接着我们往下看 要搬 鼓励这招下得棒 长 他这个不利不行 不利被人家一搬 还有可能有一家 对 这棋 你比如说你要下这个 他如果嫌这个搬 不过瘾的话 你说鼓励下这个 我们会很奇怪吗 不会 你立下来要竖出去 是吧 所以李诗诗看来还是只好走这个 然后白旗飞 然后白旗飞 就底下这块旗啊 看起来黑旗扩张得很开 但实际上白旗一打入之后 你这块旗你吃它你就不用弹了 但是你很想攻它 你说这儿还有一块保旗呢 我不能缠绕攻击吗 对 但实际上这是理论性行为 实际上操作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 对 挺有意思啊 这盘棋下完了之后呢 后来李诗诗是惨败 但是他也输得口服心服 他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说哎呀 他说这盘棋啊 我太想赢了 我太急了 那么有了这个采访之后 后来我就在想 咱们现在看这个这盘棋也可以想 他什么地方急了 他这个急当然是内心的活动 但他必然要作用于某些招法 是吧 急了 哪些棋急了呢 从现在开始可以发现一个端倪 就是这招棋 穿出来 这招棋急了 嗯 那么什么棋不急呢 其实很现成还是这招 先刺他 还是这招 下成这样之后 无论你下一步下什么他就冲 所以白棋仍然要防 这个冲断的白棋有点无法抵挡 对这个太大 这个冲断太厉害了 你必然要硬嘛 如果你要硬这个的话 他哪怕是再走这个都行嘛 有了这个交换区别很大 就是一步一步的 时急而上 而不是你一飞就是一飞从天了 对 下棋 所以他我们古人总结的这个叫洞虚相应 是的 他不是我们平面去理解 他还是不够 就是你一个子和一个子要有关系 就要洞虚相应 这个好像太粗了 我觉得你要深入境去理解 它还有个层次感 就是因为一才有二 你不能一一下就到八去了 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非常耐人群味 行我们来看 李诗诗说这个太极了 我们再来看太极 当然太极呢也因为鼓励 给他晾了一招非常漂亮的棋 他先加了一招 先加这个你不能得吃 然后冲 对 你必须定行你冲 再接 这里可能大家觉得 这黑棋不是把白棋分断了吗 你不是连不上吗 你连了我就把你冲断 但是白棋呢 下一招漂亮 分而置之 连不上我就不连了吧 非得把它连上干嘛 我先拖一下 拖这个 这部棋下的好 这也拖吧 李诗诗拖晕了 对 但是可能棋下成这个样子 他黑棋这刀棋放在盘上的时候 他也知道 他听到鼓励下一招要干什么 鼓励是已经看到了 但是已经没时间后悔 你这也不能死 这个死了太不像话了 反过来说 鼓励如果没有这一招 那么李诗诗这招就不急了 就不叫着急的急 而是非常及时的急了 现在鼓励这一拖 我们看李诗诗很难办 他如果说搬住的话怎么样了 搬住肯定是咔嚓 断掉 这个是断 拖了就断 因为这些是可以不要的 他只要从这给你拿下去就行了 是 是吧 结果你不能退 这个打吃也不大行 是吧 立下来 走完了怎么办 马上暴死了 这个还怎么练 没法收拾 你如果退的话暴死了 爬过来这你也不行 是吧 带给大家看如果你要退 那当然他吃一个也行 最差的 这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潇洒一点就是这个 街上再一拐 再一拐 他只能很痛苦的这样打回去 你吃当然他这样 打完了 然后这一打 下一道火了 还有 两眼火了 你要防止他 他们是喜欢物尽其用的 他可能还有这个 小心 小心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 还有可能 你走这个时候他马上可以挖 都可以考虑 说不定都有 看看只要蒸不掉 是有可能 嗯 好像蒸不掉 你吃这个的时候 他再挖下来 这个你就 这一锄头一抡下来 这个有点麻烦 那好像已经没法收拾了 就开始了 你只能吃走 你提 他一尝 你一提 他是不是再给你挤进去 就这意思 他不行 被人家切断 藤螺了 呃 当然 这一拖啊 如果连这个斑都不行 当然这个更不行 这个斑人家简单斑断了 你这个字怎么跑 嗯 所以最后在这个骑行当中 被白旗一拖啊 堂堂李逝时 他不能硬来 只能退 嗯 当然这盘旗后来很多妙味 也是因为这个退啊 是 因此我还是觉得这句话 就是当我们看这些 像他们这样的高手的骑的时候 确实要立体的看 嗯 要学他们这个立体思维 这样才有意思 嗯 好 我们接着看 李逝时只要退 然后白旗一爬 好旗 只能再退 还不能搬 搬了被人家搬一下你 你反而不输 对你搬人家搬 嗯 你再一挡被人家打成一顶场 对啊 这个还怎么玩 这个没法玩了 嗯 你还得接吧 嗯 你还得接 你接你这个搬是永远搬不下来的 搬人家从底下搬过就行 他是从底下搬的 嗯 因此 是不是他这个 没完没了他还要长 嗯 待会儿 这两个子怎么跑了 看下到这儿 你还没活 完全不讲道理 就是这个棋子的棋型呢 光是人多没用 你的配置 如果不是优化的配置的话 对 是人浮于世的 是拥走的 那反而不好 是 这会儿李适时开始忍耐 嗯 他退 他退一个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白棋脱了爬到这一下 我觉得已经挺不错的了 嗯 那么这整块棋呢 现在还是眼位不是就特别确切 两只眼还没有看到 接下来白棋到底应该怎么下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呢继续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 好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这盘对局呢 是三星杯决赛三番棋第二盘的对局 有鼓励对阵李适时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非常漂亮的拖了又爬到一下 对白棋这里的眼位呢大有帮助 而且把黑棋这儿的空都已经破光了 那么接下来白棋这棋要怎么进行呢 嗯 来看一下 白棋实际上是尖 这个我们大家都会 先出头 对 哎呀很有意思 黑棋在跟着压 对这个棋必须要把它切断啊 是的 然后白棋下一招 尖顶下在这 这个尖顶呢有可能是鼓励久的 有可能是稍微随手了一点 但是也可能是配合理事实 小秋因为我们给大家摆一个简单的图 就是这块棋呢如果白棋出去的话 然后下一步什么这些尖顶再来挤压 黑棋这块也没好 黑棋这块没好 纠缠过程当中整个组边白棋立体的看的话 嗯 有可能不劳而获这个实体 对 至于这边呢 你完全不理它的时候啊 黑棋下一招要走最黑的就是这些了 搬过来 是吧不然它有可能活啊 好 当它下了这个我给大家摆一个变化 就是白棋最怂的就是这个 病在这儿 那么黑棋要把它断开 是吧 它再靠 你必须要冲 这都是命令型 它再一双 你必须要冲 然后被冲 它下一步一冲 黑棋下的最好的棋是立 是 是这个下立是吧 下立没关系它就立 黑棋下的最好的一招 你是必须要补 不然它这一跳它又全过了 对 它吃也有眼味是吧 是的 所以你必须要走这一个 然后它下一步再冲 你这个不能挡 你挡住了一点 要出人命 所以你只能跳 跳在那儿 那它这个冲又是先手 刚才很肥的这只脚 我们突然想起它叫人比黄昏瘦 这一斑 对吧 你要活跳 我痛不欲生 然后它再打 你还得活 太痛苦了 你都觉得痛苦 当然它这儿有个毛病 最后一招期它来补一补 无所谓的 就算断开了 它底下也是活了 底下也是活了 这个挡也是先手 对 那么这个变化说明了什么呢 有了这个印象之后 我们再来看 有了这个 因为它一招一招都是必然的 有了这个变化 我们再来看看 在这种情况下 白棋这块棋放在这儿不走 是最幽默的 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吃 但是鼓励这招期 这可能配合李世时的愿望 欲望太强灭了 所以这招期一定下得非常快 对 马上一见顶 他说我白来的便宜 结果这倒是错过一个小机会 对 因为李世时幽默一下的机会 好 结果李世时这下 暂时连不上了 没错 白棋在跳 尖出来 但真因为这样 才有本局后来 简直是石破天惊的精彩故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看这个骑行 白棋这个骑行 高拆二摆在那里 总觉得他怎么做都不像眼 但是实际上 你真的要杀他的时候 你发现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杀 对 很难这件事情 很难很难 黑棋实战他是搬了这个 对对对 搬 那么白棋也搬 这个变化就太多了 我们就不能细说了 因为白棋是不是一定要挡这个 也不知道 你比方说他是不是搬一下 或者是干脆二路踹 盯着我将来杀出去 你还没活 就不说他走这个 那么李适时这一招骑非常明显 点进去 这个叫透心一点 这个白棋眼位和形状都有点问题 那么白棋尖点 黑棋下立 一定的 这要过 这要搬 对 我们再一看白棋外边好像要睡 就是啊 他怎么搬呢 这块骑底下的眼都被破光了 但人家有招 这一打尸介绍 请大家注意这个地方是连不上的 你如果一连 如果我们谁来冲这个的话 通过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大家就知道这个围棋不能这么下 这个就全部连上了 对 一定要藏在那儿 一定要藏在这儿 然后再冲过来 它连不上 那么你现在走这个也没用 它就冲这个 你也连不上 这个要确认一下 然后才能理解他们之后的棋 对 就是黑棋这几个棋 确实把白棋切断了 这个切断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鼓励刚才这个太想配合 这个事实 好 鼓励压出来 压 刚才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 说这块棋会死 这看起来好像 现在白棋的生死很重问题 怎么会黑棋那块棋会死呢 太好 我们得接着看 他们那个棋就是 东边日出 西边雨 这个沧海 桑田这种变化 这种词用在他们的对局 对局当中 几乎是每一盘棋 你用这个词都不会错 很有意思 黑棋下一招搬 白棋搬出来 白棋搬 对 再下一招棋 从再下一招棋开始 可以说李四十九在编织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 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战略的方案 对 因为照普通情况下来说 黑棋这个是应该长的 是 这个是应该长的 没错 李四十九但在这可能太投入了之后 他就编织了一个要把拳头完全缩回来 然后狠狠地抡出去的这么一个方案 其实这个不可怕 他斑长这个是很讨厌的 但是现在这个棋行不可怕 一个是黑棋这儿可以连 第二个这外边还有头 第三个白棋这个尖 并不能帮助自己眼位做得很好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 这个棋行就万万不可了 是 是吧 好 不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李四十就退了 他虎在这儿 他要求把自己的棋行下得很坚实 对 那么鼓励当然就虎 好 接下来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对 这个斑不绝对 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不绝对可以下跌的 比如说可以非压这个 给白棋这块施加压力 因为刚才邱丹云给大家介绍了 这块白棋 虽然有头 也有根 但是这个根呢 你要把它摆出两个眼 非常明显的 现在还没看出来 对 它是这个问题 是 好 黑棋就斑 白棋当然是斑 对 对 现在黑棋最郁闷的一点呢 就是他现在不能刺你 刺你 刺这个被人家下面先拍你一下 对 这不行 你刺不到 刺不到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后果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 黑棋只能藏这个 你被人家拍一下不对了 但是呢 所以我要说这个地方 我们看李四十的棋 它不是说随意下到这儿 然后下一步被白棋一走 局部无解了 不是这样 它是有预谋的 对 他认为这个地方齐心走厚了 才能对这个棋的 白棋的眼味有影响 这个如果我们要摆变化图呢 可以简单摆一下 但是用语言来总结 那是这样的 小乔 就是围棋子 它的小尖 小尖这个形状 它是做眼的一半 是不是 要理论上做一个眼 那是这样 是这样 那么小尖是做眼的一半 一只眼需要四手棋 对 现在已经摆了两手 摆了两手 对 同时它连接又很好 嗯 那么这个连接又很好 做眼的一半 什么情况下才能使 它不一定能做出眼呢 你比方说 你说你这个就是做出眼了 是吧 那它什么时候 有条件 它印挤的时候 你没有两只铁眼 对 没有一只铁眼 那么什么情况下 它做眼的一半 才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呢 就做眼而言 就是周围的黑棋铁厚 就是周围的环境不同了 对 关键是要看旁边 对 人家有没有印刷你的条件 这个几乎就相当于 我就说现在的建筑一般都是 这个土石木的这种材料做的 如果它是钢房子呢 如果我们四周的墙壁都是钢铁做的 你说在这个房子中间它的磁场 它的一些我们平常有的感觉 恐怕在那个里边要变 我觉得 黑棋呢它追求的就是这个道理 它要把周围走成铁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威胁到它的眼味 如果白棋的外边眼味受影响 里边的眼味也受影响 它的磁场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 所以李氏是为什么要跳 就搬上来要唬 不然刚才是应该长的 简单的看模模糊糊 能不能给大家说到这个意思再往下看 下一条鼓励这条棋非常漂亮 把它断掉了 所以我刚才说它为什么不能唬到这个 我很想唬这一下 我唬到我不是就唬口了吗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往外跑了 至少自己已经没问题 但是这个棋型 人家居然刚刚好把它断掉 这是黑棋太郁闷了 什么叫刚刚好 你现在不能吃这个 这是双叫吃 你只能接 你接 它接在外面 人家接是连上的 对啊 当然您提是活的 但是它是连上的 我们承认黑棋是活棋 所以你这个也别 那么你说照着形状走 走成这样也没用 是不是啊 里头你还没活 对 因此这个棋型就是下到这儿 当白棋咔嚓一段的时候 这棋 其实黑棋在这一带走不动了 你事实会不会随手走成这样走不动呢 它后来都坦白 它说我这盘棋太想赢了 所以太急了 就跟这些有关系 它不会 它是有意设计成这样 那么它这个设计的手法看起来 因为被人家一段 这块棋已经攻不动了 那么它所有的攻击目标就在这儿了 就在这儿了 就是这块棋 因为现在黑棋 这里木树已经亏了一大把了 然后被人家一段的话 这个中间木树 虽然说看不到现实的损 但是对以后收官起来的话 白棋有掌木的余地 黑棋没有 所以看起来李世时这个想法就是 我要把你吃掉 对 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就是所谓叫做立体思维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高手的棋 下边一招棋 接着往下看 它是飞鸭是吧 对它飞鸭的一个挡住 挡住 这个鼓励也非常配合 它是怎么呢 你飞鸭按理说白棋现在可以选择不理 对啊 比如说处理一下这块棋 因为它这个地方断道已经收获很大了 但是它还是一看了一下我可以应付 所以我就配合一下 你不是想让我硬吗 我就硬 我看你怎么攻我 我认为确实他们俩对局的时候有这种心情 因为以前给大家做过介绍 就是说他们两位下棋的时候彼此一定是很高兴的 甭管这个比赛有多重要 或者是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他们文凭相对的时候 文凭对坐的时候一定是彼此都很愉悦的 所以鼓励只要有可能他说我配合你 他就挡住 那么李世时下一步拐 这是好棋 这个 这款白棋局部做不活了 对 最多只有打这个伤 对 做不活了当然就往外跑 因为鼓励也说 你看我这小尖他吓了四个了 周围可以坐眼 他这五子棋 他也不怕 五子棋下一步就要赢了 那么他也不怕 那么李世时在尝 是吧 白棋跳 接着我们看白棋在跳 是啊 我这个你看又有头又有根干嘛呢 是 接着我们再看黑棋 靠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学问 太有意思 嗯 就是这个棋型啊 在我们学棋的这种感觉当中呢 这个棋型黑棋尝试绝对先手 你再补一个 因为你不补不行啊 它靠下去 你没有照常可以硬啊 是 是过去的这个思维定式啊 确实有些棋 但是它还和现在这个局面结合起来 嗯 古力呢 它也是跟李世时一样非常自由 所以下成这样之后 它经过计算 我可以脱下 我就脱下 过去我的印象是 一看见这个棋型小球 我看见这个棋型 我在计算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出现这个我就是 得补 白棋一定要补一个 得补的 对 但是它居然可以不补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太有意思了 它不补 靠 看这个地方黑棋是怎么出棋的 而且它还要反击 它还要反击 它绝对不是说 你靠下来我脱先了 去手个脚之类的 不是这样的 这些一遭一世啊 因为我们当时看这番棋的时候 我相信广大的棋友当中的相当部分 大家是看这番棋看得很精彩很激动 然后最后鼓励赢了非常开心 估计是这个过程 但现在我们既然是邻居回顾啊 我们就有条件来慢慢品一下味 它一遭一世背后这些故事啊 都是很有味道的 对 就这个棋型 单就这个棋型而言呢 现在黑棋这两个子 如果你硬要跑 你是可以跑出去的 比如说我打吃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手法 我们初学的小朋友啊 或者是大人都可以看到 这打吃完了一压 这个大家都会吗 我想 主要现在蒸子刚好能蒸掉 但问题是现在 是不是可以这样下呢 对 对 现在关键是 它跟周围的环境有个结束 它有个要点 这个棋型有个要点 下屠家给大家说结论 它这个要点是什么呢 这个要点就是在这一带 这个大局部的这一带 黑棋局部没有棋下了 对 第二个问题是在左边这个局部呢 非常奇特 我原来我们以为是白棋不行 结果下层这样 你看人家鼓励大的方向跳出来之后一看呢 黑棋局部也无解 最后就是由于两个问题都这个地方无解 这个地方无解 理事实把它全部汇合起来 然后做了一大桌满汉全新 做了一道大菜 当然更精彩的在这道大菜做好了之后啊 待会给大家介绍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那么左边这个局部是在 它有两个要点 它有两个要点 什么要点呢 就第一个要点啊 小秋他是这样 就是黑棋是不是能够压到这个 对 和白棋是不是能冲到这个 是现在这个棋型局部的要点 一个要点 因此如果摆成刚才那样的话 叫吃 白棋长 你长 黑棋下一招必须要叫吃 拐到 因为你现在走这个没用 是吧 你走这个的话 它直接就把你吃掉了 它吃掉了 你这下不来 你必须得长住这一期了 对 这个要有用必须要拐到这里 但是呢 你现在单拐用行 你单拐的话它单接 你就算这个走到 那也没有用 对左边也没有影响 就算你压到一下 也差一点 是 何况你走这个的时候 它马上就冲了 那么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 这个阴阳割昏晓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白棋只要从这一线冲过来之后 它这个地方的孤单和薄弱 迎刃而解 而且黑棋这块是 马上面临捕活问题 您还没活呢 所以这个单关冲 花两手棋的一冲再一处出来 黑棋盯不住 这两个单关太大了 对 比你脚上什么地方 二十目三十目都大 嗯 所以呢 这个地方就几乎是白棋一冲 就是先手 这个黑棋在左边 它要抡这个 这个长袖善舞啊 就扔不堪 你这个长袖善舞 你刚刚一翩翩起舞 人家一个长毛 就给你刺过来了 不行 嗯 但是先手这个又走不到 对 非常怪 你看你叫吃也是这样 它这个次序怎么都是走不好 走不到 拐打人家冲你一下 最鼓励最早棋厉害 嗯 左边这个棋棋满以为不行 不能脱线的 人家就脱线了 怎么着 它跟现在这个 这个冲它的重要性结合在一起了 对 因为想起来 这个地方如果黑棋能够把这个压到的话 那就不一样 那这个白棋就 就非常危险 为什么呢 如果能交换到这一下就不行 那就不行了 那这一块棋整个太危险了 你搞不好就是被李世世侵吞了 是 好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 重复一下 这个地方无解 这个地方无解 嗯 怎么办 这个棋还没法下了 人家早就有设计 从这开始把它全部一汇合 嗯 刚才我们说的嘛 立体思维它的一个表现方式在围棋盘上就是 要么有问题暂时放下不走 嗯 这边也是有问题没办法不走 然后再制造一个更大的事端 对 实际上李世世侵编织的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战略意图 然后我们往下看 你会发现围棋盘上简直是 他打吃 他的做事太有意思了 他打吃完了之后 他不是像我刚才说的打这个 他是不是先打的这个 哦对 他先打的这个 请大家注意啊 这个左边无解 右边无解 是 他怎么样把它汇合到中间的 他打吃完了他想干什么呢 他打这 打这个 我们普通的学围棋的小朋友 或者是大朋友 一下这个的话 教你的人一看就是不行不行 双叫吃 拿下去 双叫吃 他双叫吃 一点行 结果黑棋 提掉 这两个提掉 你还下什么围棋啊 就稍微这个为人刻薄一点 言辞犀利一点的人 会告诉你 这个不是围棋 不要这么下 嗯 我们各位可以感受一下 嗯 刚才黑棋的同轻体力被白棋拔光了 而且这还欠一个 这活了吗 啊对 这是怎么 什么东西啊 是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根本不能考虑 嗯 李氏石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啊 用这个方式啊 叫做 舍身 对 舍身要炸标堡 把自己走得很厚 然后再和左边这个旗行组合起来 嗯 嗯 弄了一个大型的 还不是战术组合 几乎是战略组合 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下这个下法已经是横下一条心了 嗯 因为这边损的太多了 嗯 所以他必然是想要硬杀它了 对 再这样打 借力 然后再翻卷过来打 翻吃 在这儿 著名的卷心菜 但白棋一点都不退缩 他没说他提到那去 这个要注意 第一个是鼓励的性格一点都不退缩 第二个呢 很怪 有些时候恰恰不能退 你越退这个旗月 越完蛋 越要输 他待会再搬你走不走 就更麻烦 这样 你怎么办 是不是啊 或者是他现在来单压这个也有可能 对 因为他下一步就挖断吃 你怎么补 你越退越没法退 不能退 嗯 所以一定要前进 我就说知境退啊 也是我们古人总结的 嗯 就是人呐做事啊 知境退很重要 但是什么叫进 什么叫退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就祖宗没交 这个尺度只有自己去把握 是吧 有的时候你越退越不行 嗯 有的时候你斤斤计较 人家稍微什么一下 你就给人家盯住 你这个叫没有出息 是不是啊 这个格局太小 心胸太窄 那么这个度在哪儿啊 嗯 嗯 古往今来就是这个度是最难的 那一件事 这个度 打吃 好我们看他吧 看他们的 好 虎在这 一虎 现在我们发现呢 在右边 刚才黑旗这两个子和这个子 形成的配合呢 刚刚有用 它形成了一道铁门 咔嚓一下把黑旗 把白旗关进去了 对 和这边的旗子配合 这形成一道铁门啊 一下 上面一盖 盖住了 然后再看里边呢 关注到里边的白旗全是小尖的形状 你的半只眼是怎么做的 是不清楚的 嗯 然后下边呢 一朝七做不出两只眼 嗯 那么这块旗是不是就死了呢 嗯 现在鼓励又面临一个 刚才李世时面临的问题 这个怎么说呢 如果我们要煞费苦心的 在这一代来营造一个眼味啊 嗯 这个怎么计算呢 什么变化非常复杂 超出想象 我确实没有看得很清楚 要说眼味呢 其实这一代好像也是多少有一点 你比如说这个 你这个要送吧 嗯 然后再这个 你不是要送吧 嗯 然后他走这个 因为下边做一个眼 嗯 首先有了这个定型之后 再来想下边做一个线手眼 不就活了吗 嗯 但是小秋他有这么简单吗 你这个棋就是活的吗 不活呀 他如果要撑这只眼呢 他必须要团住这两个 这个眼已经撑不出来 他只能这样 打吃完了 然后团这个 但是被人家这个顶线手 这底下这个眼就不复存在了 对 那就不行 嗯 所以不一定哈 这个变化很多 嗯 因此我们来欣赏这个棋局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这个时候啊 呃 由于这个地方亏了 由于这个地方黑棋又是大亏他哥 叫巨亏 实控巨亏 大亏他哥 所以白棋如果能够某种程度的算着木轴 嗯 应该是一条选项 是 是不是啊 你比方说其中有一个变化啊 就是让他搬 嗯 挡住 必须要挡 白棋在鼓 后来也是这样下的 就是这样下 和这个 理事实这个顶又是好起来 嗯 你可以活一半 活一半 对 可以断 那么这个大尾巴狼被人家吃了 但是呢 他可以活一半 然后就可以数木 数木 怎么数呢 呃 这个地方当然要全吃也很复杂 后来鼓励嘛 是下决心把这个走后 让他回去了 嗯 就数这一块黑棋 吃掉这一块之后的木数 还有这一个巨大的棺子 还有上边白棋后怎么搜刮白棋 怎么搜刮黑棋 就可以数着木下 这也是一条路 嗯 啊 然后了解了这些之后 就发现了 哎呀 这个问题很纠结 对 假如还要读秒的话 小秋你说 第一盘我就输了 要读秒这个地方 我采取什么方案好 对 这是令人非常头疼的 主要是他现在对白棋来说 这个作业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 他还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嗯 那么有选择的时候 你就要做各种判断 你说我这样被他掀手吃了 然后他把那个捕活了 我到底够不够啊 嗯 这个棋呢 黑棋这边已经亏了好多好多 嗯 在这儿了 亏了好多木 但是这个棋中间这一段 这样被他吃下来的话 这个黑棋的木数也很可观 这样吧 我们模模糊糊给大家一个数字化的概念 啊 说了这么多 假设是这样 活一半让人家吃掉 呃 这个活一半很大 是吧 就要吃你得接上 那么这个关子也很大 不走 我们来数字化一下啊 就是黑棋这个地方呢 就算成 黑棋应该能连回去 就你走这个它连回去 嗯 你这一收关它已经 黑棋已经很苦了 是 算这样我们大体上算一下木呢 这个地方是 10 10 10 16 18 这个充实先手 是吧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2 38 50 然后60 62 63 64 65 67 68 这个这块加起来70弱 70木肯定不到 那上边这个地方呢 这个白棋它有搜刮的 一般的搜刮就让它走这个 嗯 或者是这个15木以上的大关子 是吧 对 加起来呢 黑棋全局可能 现在能够数到80木左右 哦 这还有一个巨大的关子 现在要走这个 太大了 因为它这个尖先手 是的 是吧 呃我们做一个什么假设呢 这个是它的先手定型 嗯 这个是你的后手 嗯 呃做一个什么假设 做一个这个假设吧 就是黑棋假如把这个关子收了 这个也强化 然后白棋把这个围住 我们这样来数一数空 看看怎么样 嗯 这样呢是15木弱 这是20 22 24 26 36 38 44 44 46 46 6666 6666 77 75 这样是白棋好像还可以 嗯 就这样下好像还可以 但是这优势并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不清楚 对 因为这一线还有一个 你的对手他还有这个 刚才我算木是把这些全部算下了 对 至少白棋他不能说我这样下 我这棋就赢了 就赢了 没有这个说法 因为而且最多我们觉得他获利很多 对是啊 这也获利很多啊 可是这个歼灭战被人家一打 全部惊吞了之后不一定啊 是吧 对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这个故事就非常有意思了 看看白棋他究竟在这里是怎么选择的 对 现在黑棋顶了这个 顶了这个 顶了这个 顶了这个呢 这个时间进行确认是吧 是 后来他下一招棋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是拐 然后108 他拐 他把这个连根解决了 拐过来 然后试探应手 黑棋当然没有别的走法 别的走法 味道太坏 你比如说你走这个 他还有这个 这还有冲断 对 这还有冲断 所以黑棋这个是一定的 对他压在这 那他是不是要气了呢 嗯 我们来看他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实际上白棋在这一代 想办法做一个眼 是有条件的 嗯 但是不绝对 有条件 很复杂啊 是 他先冲一下 要他两下 这个也很重要 不然被人家一贴啊 是吧 当然你说你要非要到这来做眼 是刚才说了 是有可能的 但是变化太多了 对 所以他鼓励干脆就选择 在这个地方比较简单的 同时他构思了一个更好的方案 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高手棋当中的立体思维 好 我们接着看一下看 黑棋病在这儿 他如果挡呢 这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 这很容易出问题 这好像已经出奇了 要做出眼了 白棋这儿做出眼了 这个不行 因为这儿有挖断 对 所以他病 病 现在我们的一般思维 又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是不是做眼算 对 木术已经便宜了 这儿拐着了 这儿冲着了 便宜多了 你还不算了 鼓励也是打算算 但是他算的方式不同 我们接着看 他一冲一退 他把这个拐了 这个是最厚实的 因为这个变化有点扯不清了 对 以下变化有点多 扯不清了 他就挡住 跳过 跳过 好 跳过之后呢 哇 下边一召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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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确实要渲染一下 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当中 有看过这盘棋的 还记得的 也有 也许没看过 也许不记得的 下边一召棋 我们要渲染一下 我们发现在下边这一带 出现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局部要怎么样完善的解决 它很困难 答案呢 不在他周边 答案在千里之外 就是问题在眼前 方法在天边 就是这样一种渲染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边一召棋 白棋拖了这个 在这 在这 它要干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能看到 对 顶住 对 就是白棋这个拖呢 这个我以前也给大家调侃过小棋 就是鼓励李世时 他们的棋 对我们初学围棋 或者是围棋水平 没有那么高的棋 我来说 经常是有误导作用的 它是一种误导 因为它是反规律的 有些时候 像这个棋呢 它是没有这一招的 普通情况下没有这一招 为什么呢 局部的下法当中 下边李世时 告诉我们 没棋 你亏了 白棋 你看这个叫送子观音 你搬起来 你眼看 你以为要出棋 下一步它有大智若鱼的 顶 它就给你一顶 不是下跌度过 就是上边把你闷 闷吃 吃掉 所以这个是典型的不行 那为什么它要这么下呢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接上 非常精彩 然后呢 在一刺中间 接上 再一团 对 你必须破眼 它先挡了这个 先挡 对 挡了它必须要破眼 是吧 下一刀黑切 必须要下妙手才行 对 妙手是单立 如果说你想打结杀 那就这样打结 但是这就成打结杀了 但是它单立是一个近似 这个漂亮 没错 接下来你要做这个眼 假如说白切挡住 那么黑切就把这个镀回来 叫吃了镀回来 对 它先打吃一爬回来就行了 就行了 但是呢 像成这样 虽然你是妙手白切 它也有非常多的结材和器材 是的 白切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它 刚才为什么要在上方 把这几个做掉 嗯 然后白切是充 必须得把它断开 杀它 白切现在断打了吗 是的 黑切长 下边一招起好 单机 是吧 对 它这一单机 发现这做了几个铺垫和埋伏 这两个棋子没有完美的手段 可以连回去 哎呀 这个真是非常深远 当时这几招起一下 在网站上韩国那些情有 嗯 因为李诗诗赢了一盘棋 他们都很高兴嘛 是 第二盘一看鼓励形势也很好 怎么下成这样啊 嗯 都不理解为什么鼓励走了那个二路托 就韩国网站上的一些旗友啊 后来一看到这的时候 哎呦真是感慨不已 最后李诗诗输得很惨 他们都认为李诗诗该输 鼓励下的太 鼓励下的好 确实是 好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就必须要跳 跳回去 然后白切 哇 这个是特殊手段 打吃 然后来做这个结 对 做这个赖皮结 嗯 就是你必须按理说你 这个地方是齐军 你必须要连接啊 然后他就沾上 下一个沾上或者是斑 嗯 他给你打这个结 为什么能打这个结呢 因为这有结材 对 他这个等一个都是 死其结才活 只要能活了就行了 对 他完全是一个立体的 一个立体的思维 是 立体的视角 而不是平面的 嗯 我们接着看吧 做成这个结 那么黑棋李诗诗诗 当然玉杰先提 是提 白起这召换了一下 在这儿 周延你当然必须要破他的眼 之前交换了一下 交换了一下 挡这个 你只有斑 斑 他这个还不用叫吃 先留着当结材一会儿 好 黑棋没有结材 很痛苦 同时当然你不能这样吃 这样吃 上面挖吃过来 急筋掉了 所以黑棋只能鼓这个 强调一下刚才 天边的这个二路突 这条棋 拍上用场 因为他不能退 退你关子不够了 你木不够 行 我们接着往下看 可以走这个 他吃 玉杰先提 对 他叫吃 必须要接上 然后白棋提 提回来 李氏石这招也吓得凶 打外 他是了不起 这个 要看你 这个盯不盯得住 结果鼓励 非常盯得住 他就提 为什么呢 因为不可避免 出现一个大包子 很危险 搞得不好 一招起就输了 对 所以你下一招叫吃 黑棋再打吃 白棋一接 哇 这一团饼 很可怕 气也很紧 先把它全打进去 但是打完了之后 发现黑棋这外面 怎么断点这么多 有N个断点 你根本就补不过来 这个 哎呀 这个真的是赏心悦目的一局 是的 好 黑棋下一招之后 鞋 是吧 一鞋 那么白棋把这个叫吃 吃掉 这一打呢 这块鞋已经通了 然后就是你这块鞋进去了 对 你要和他这块鞋杀气呢 我们接着看 他是叫吃 打吃 嗯 这个只有提掉 在这儿 嗯 现在黑棋打吃这个 嗯 接上 所以在龙年的三星碑 古力和李适时 他们这一次相会 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回味 而且不是说一次回味就完了的 他在围棋近代史上 嗯 一定是就是已经龙默重彩的 对 留下了一笔 深深的一笔 对 而且我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对局 关注的人非常的多 嗯 就是比一般的普通大赛 嗯 就也是世界大赛 可能是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相遇的话 关注度相对来说 要小 要小那是 那当然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文艺节目 电视电影节目都很多嘛 还有演唱会这些都很多 如果大家有公认的 嗯 这个大明星 超级明星 他的出场和别的这些还是不同 是吧 又是他们两个人的之间的相遇 嗯 就像火星撞地球一样 是 必然会擦出火花 所以大家看的就很过瘾的气 嗯 那么我们看接下来白旗要怎么下呢 他长这个 接上 好 这个时候呢 黑旗这块旗已经被圈进去了 嗯 但是气很长 嗯 要小心杀气的问题 接接上 白旗这个要接 嗯 是要接的 对 因为这个接是先手 你不理他一团就活了 是 嗯 黑旗先接一下 黑旗先接一下 然后打吃 这个接已经有故事了 他接的时候 黑旗接这个 已经有故事了 现在呢白旗走这个已经赢了 对 就让你全部吃光我也赢了 哦 就你全部吃通 把我全吃光我都赢了 我大快活了 嗯 但是鼓励不干 最后的配合 这是彼此的配合 我觉得 他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两个人下棋真胜负的问题 嗯 我还是想这样说 这个所谓立体思维呢 第一个是盘上的问题 处理的时候要立体思维 第二一个呢 是我们在看棋和围棋文化的时候 嗯 要脱离这个盘上 要从这个围棋棋盘上 要从这个围棋棋盘上 如果做得到的话 要给它升华起来看 嗯 你俯瞰棋盘 啊 他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啊 你旧棋论棋说这招好 那招不好 嗯 虽然也可以 但是我们总觉得 总觉得还是太平面了 嗯 现在白旗打了没有 所以白旗不 他要叫吃 他觉得你这个跟我杀气 你这不开玩笑吗 嗯 不是收起吃你摸也不够 我们最后来看看 非常有戏剧性 你必须要叫吃 是 不然他一弹就活了 你把他打虾 打虾有什么用呢 他就接上没有用 对 你打虾是没用的 他接上他已经活了 所以黑旗得打吃他 必须叫吃 这样才能把他掩破掉 对 那白旗把这个拔掉 嗯 这个拔小心一点 要不然人家接住一挡 对 这连回去 对你比较高高兴兴 高高兴兴你一挡 你白给大家看看 对 你只能印在上面 不然这冲通了 对 他冲通了 急进冲通了 你叫吃这个 你挡在这儿 你必须吃这个 对 活了 他活了 是啊 这度过 然后一飞就活了 这一活了 这个白旗还真有可能要输 这样输掉的话 也太冤了 因为太冤了 所以这个人看见 豆鹅还冤了 这要吃一走 他把这个提掉 是 可以去爬了一下 爬一个 挡住 下成这样了 下一招棋李适时也很漂亮 这棋呢 在独秒生的催促下 因为他还需要确认一下 在独秒生又可以断又可以斑 这很自然的 结果李适时不下了 可以准备出 看起来他的气是不够了是吗 我们假设他气够 假设他气够 目也不够了 你看小球你这个收多少气啊 这个你总是要回去的 收晕了 收晕了 你总是收晕了 你还不能吃这个 你提嘛总是结菜白旗有力 你等下要收这个 这里面是个刀八五 对 你待会还要收这个 你在里头至少 我看至少要填十招棋 填十招棋就是损了十目 对 刚才我们判断那个棋 就已经是白旗就可以的 而且白旗这儿长了 这一圈 所以我们是假设 黑旗可以吃掉白旗 也苏非啊 何况 根本是黑旗气不够 白旗这个气已经很长 黑旗被吃了 黑旗这个控制只有 一气 两气 三气 算你先手 它四气 五气 六气 七气 对方是十五二十口气开外的 差距有点大 这个旗太好 我觉得呢最后 咱们这次三星被啊 最终李适时赢也是对的 对 它两个半目赢嘛 非常有戏剧性 第一盘赢半目 第三局赢半目 这个是中间的第二局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盘旗输得太惨了 这盘旗啊 这个目数我们简直不敢数目 最后要数目的话 简直哇 黑旗全盘现在有二十目旗左右 差挺多的了 这旗 白旗一百二十目是不止的 这盘旗呢 确实下的非常精彩 让大家大饱眼福 好 那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 再见 再次感谢两媒高手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 我们今天的文凭轮道 到这里呢 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奇形天下 奇乐无穷 各位旗友 咱们明年再见 再见